第三十三題 來看你給我看看 第三十三題它說 要從AV這兩端看入 從這兩端AV這兩端看入 要求諾頓電流 是多少諾頓的小電流 那 如果你忘掉了 這裡順便就回憶一下 諾頓的 我們的做法呢就是 我們把這顆負載割掉以後 記得要怎樣 短路起來 用短路去取代原本的負載 把割掉那個地方 把它短路起來 這樣子然後去求那個電流 就是這個短路以後呢 這個短路的路徑 流過多少電流 那個電流叫做IER 這樣子 好 那我們怎麼做呢 當你把它割掉以後 短路起來 那這邊就變成 從這一點一直到這邊來 就是會有三歐木 對不對 所以你看 就變成在這邊了 有沒有 左邊這一顆仍然在 那意思就是 你把新的電路化成在這邊 那這個就好 就是IER 那怎麼求 我們可以用 KCL 一個節點啊 流進 會等於流出 好 所以我用假設的 假設這個是V1好了 這一點我不知道多少電壓 我假設這一點的電壓叫做V1 可以嗎 那這裡電壓它就是18 減掉V1 丟進去 對不對 好 聽不太太手 不然我 一直說的 你電都聽不懂 這裡 假設V1 這個電源就是18 減V1 除以6 這樣聽不懂 你主要聽不懂 可以 好 好 可以 好 好 那這個也是流入的 對不對 好 所以加3 有沒有 加3 這是流進的對不對 那流出呢 流出的話 就是 V1 減0 除以3 對不對 電流往下 這裡有一顆 V1 減0 除以35 好 那有兩個 所以就是 兩倍 就是 就是V1 除以3 所以兩倍有沒有 第一個式子是KCL 就是電流 流進 等的流出 好 這樣看懂意思嗎 黃師傅有看嗎 有喔 我看你剛剛一直都在電著桌面在看 你都不看嗎 聽我嗎 你要注意聽 你沒有聽 當然聽不懂 對不對 注意聽 好 好 那我們就來解放程式 好 好 那 那 空分嘛 這邊 乘以6 這個是 解出來 V1等於 7.2 7.2 7.2 OK嗎 數學不用 自己算 然後 再來 我們再把 V1 帶進來 好 因為我要求IN 嘛 你知道什麼就是V1 幾 7.2 7.2 0 除以3.5 就是這個電流 2.4 A 所以這個 這個就是剛剛講過 這就是IN 好 所以算起來 就是2.4 A 有沒有問題 可以嗎 你看看 看我 我 我們來看一下 他説 乘上體 乘上體 他問 這個VC 電壓 到底是多少 VC電壓 到底是多少 同學 你不要告訴我 24 剛才不是V1 等於7.2 知道怎麼就等於9分 好 不是喔 剛才這個7.2 是我們這個度 不是原本的度 那是在算等效的 諾頓的等效 電流的時候 所回出來的 那個度 這樣了解我 所以你不要管他 好 真正的題目 是白色的這個地方 這是題目 所以他 那一題 33 他問你說 如果VC是等於9分 好 要像R的 那你叫VC 就用9分 套在這個 原本的題目去算 聽懂嗎 不要分而一談 那個 剛才我們V1 7.2分 是我們自己算的 那是因為 要算 要算一層門的 諾頓等效 跌倒的時 我們自己算 了解嗎 所以你不要分而一談 題目就是 題目說 這個VC等於9分 要求什麼 RL等於多少 那你就看了 真正正正正正正正 是9分 那我們去看一下 18 減9 電量差馬對不對 除以電阻 就是電流 對不對 電流這樣流 所以這個電流 這個也是流進了 所以加上3 好 那流出的部分呢 9除以3 下流往下流 這邊是不是兩個電阻串在一起 所以把9除以3加L 流出相加,流進相加 流進等於流出 再來就是單純的數學 我們看一下 這個9除以6是1.5 加3變4.5 左邊變那樣子 對不對 這個3沒有錯 這個勒 這個就是 照抄嘛 這邊1.5 這個再乘過去 1.5等於9 這個約掉變6 所以這個就是3 有沒有問題 可以齁 好 我想,聽懂嗎? 可以齁 你們 你們那個同學如果 你有一些聽不太懂的 你一定要想辦法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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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